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麻烦请各位观看一下 下载下来喽 会下载吗 好了下载完我就关掉了 请问一下 在这个档案里面 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重复下载 14日再住院日 这张资料表可以 可不可以再下载第三次第四次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它 干脆直接在常用里面 转换资料 然后滑鼠右键复制 在这个位置 在14日再住院日复制 可以吗 你不用做 你不用做这件事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 复制完毕之后 贴上 可以哦 这样就产生了两张 一模一样的资料表 好了 那可是我现在是一个新的那个县市行政区 我要把它读进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怎么样 再读进来 第二张资料表 刚刚早上是不是要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点下去 请你们要跟着点咯 取得资料里面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找 去找档案 文字csv 可以吗 然后连接 各位我刚刚 是不是请你们下载下来 所以就请你们点这个下载里面去找 这个县市行政区 可以吗 其实就跟早上我们做那个取得14日 再住院日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点选县市行政区 然后开启 那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乱码 如果他不是乱码 我们就直接点载入 好 请点载入 然后稍微等一下这边就会出现第二张 叫做县市行政区 资料表 好的让他跑完 这张县市 县市 县市资料表是我之前 我已经就是在那个 我用 爬虫的方式把最新的资料把它抓下来 好 这边有看到县市行政区 县市行政区里面 虽然他的栏位名称都是英文 但我觉得还好